吉兰丹的森林开发问题再度引起关注 今天公布的环境评估报告显示 Socodaku永久森林保留地的金矿开发项目 不但威胁马来亚湖等珍稀物种 还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洪灾 吉兰丹丹纳美拉的森林保留地 预料要开采121公斤的金矿 并为此开发767个足球场面积大小的森林 环境评估报告表示 这个项目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洪水 因为开发活动会造成次森林消失 而裸露的地面会在倾盆大雨中导致河床变浅 一旦河床变浅就容易引发水灾和洪水 环境评估报告表示 只有在采矿期间实行零排放政策 并在施工期间安装沉淀物收集器等其他措施 才能避免这种情况 另外报告也强调 开发活动也会威胁到濒临绝种的马来亚湖的栖息地 而且亚洲象和马来熊也深受威胁 根据2020年丹纳美拉地方计划 有关地段属于J级森林保护区 因此只要获得州政府批准 就可以进行开发活动 吉兰丹行政议会也在当年决定 除了水资源或蓄水区之外 所有的永久森林保护区都被取消 作为环境敏感区的地位 对于J级森林保护区 第四期